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 这个维世学 一直在谈 转世承治 那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个主题 那么是六度 那么 我把这个六度称它叫做精神体操 为什么称它精神体操呢 因为它转世承治以后 你常常用它在你的心灵精神上 常常去做一些这个练习 exercise 那自然而然可以转世承治 就把我们的世变成智 你看 在六度里头一开始谈布施 那么我们因为布施的时候 在做布施的事情 那么 你做做做做做久了以后 你会 我们容易把自己的自我中心 慢慢的这个自我 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去 就不再是只有守住自己自我中心了 而是我的想法 我会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去 所以人积即积 人逆即逆 人与我 有同样的一种心 有同样的理 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同理 所以我们的执着就慢慢被转掉 变成了一种宽阔的一个智慧 那是布施 无论布施的对象 是你自己家里的人 那么你的同事 你的亲友 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 这件事情 它会列第一的原因 在维世家的眼里 也是一样把它列第一的 可是 这个从大般若经般若的角度来看它的话 它也是这么解释 但是它告诉你就是 你别想什么 你只要自己去做布施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转 转世成智 自然而然成为智慧 布施 持戒这件事情 因为我建立了好的生活的一些习惯 好的思考习惯 好的情绪习惯 我建立这些以后 我有好的情绪习惯 我的心情就会比较好 我跟人相处就会和谐 我有好的思考习惯 我就不会迷信 那么事情就不会冲动 不会一时凭自己的好恶 去做决定 所以我能够冷静的思考 那么 人能够对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 建立了好的自律 他就可以 好的戒律 就能够比较好的自我约束 所以自律就会比较好 一个自律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人 那么他就能够自我控制 他也比较能够稳定 日子做久了以后 日子做久了以后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安定 心里面就会比较 这个不会被外界的种种引诱 或者是种种的胁迫 把我们给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们当然的独立 这独立性就会越高 这就是讲这个慈戒 安忍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心能安定下来 而且我能够让自己 有这么很好的稳定性 能够忍一忍 那么忍不是只有忍辱 忍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能够忍心耐苦 耐得住苦的人 生活的品质反而好 耐得住苦的人 比较容易跟别人和谐相处 耐得住苦的人 慢慢的会觉得苦对他 不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那么所以 这个那是一个安忍 要安忍的人 耐得住苦的人 那么这个在修行上 自然而然说 这个真姬力久 比较能够有成就 在修行上会觉得 比较会容易有成就 那么是安忍 那么精进这个课题呢 那么我们因为有了精进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比较正向 比较光明 那么人态度变正向了 什么叫正向呢 就是我想事情不是想要逃避 我想事情不是想要规避责任 我们很正向 我们应该去做的 我们就应该去做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提出意见的 我们也乐意去参与 那个是比较正向的 一个正向的人有品德 一个正向的人 他爱人的一种方式 不是求 不是在看说 那个人他对我好 我才愿意对他好 那个正向的人是 我应该对你好 我应该考虑到你 你不管平常对我怎么样 我仍然还会考虑到 他是正向的 你碰到生活中的一些挫败 或者是一些这个难题 负向思考的人 会变得很欲卒 但是正向思考的人 他不是 他觉得这一个考验 对我仍然还是有启发作用 我想办法在这里找出教训 找出好的理路 我重新还是可以做出 我可以做出来的成功之路 那个人是正向的 这个 我觉得 这个 你们在座有人做事业工作上 你有没有听到人家 以前这么讲说 啊 生理小孩好生 你有没有听过 对 生理小孩好生 不是生理小孩好生而已 生理小孩 包括做事业的方便 做这种置业 自业 就是 你做慈善自业 也是有生 因为怎么样 因为正向的人 不多 你看 一个人做生意 稍微碰到一点失败 通到 或者是市场上碰到一些难题 他就觉得他做不下去了 这个东西要做你 我不想 他就去打退堂鼓 那个人不会勉励自己 可是生理小孩好生 那些能够做事业的人 他们碰到的难题是什么 生理不是贪 就是料 料的时候要减肚 贪的时候也要减肚 好好的 来到 打拼 所以那些人呢 他们是正向人 负相的人呢 他只要稍稍碰到困难 就会退回来 那是负相思考的人 做事业也是一样 我最近看 在研究青少年的 就是新这一代的人的特质的时候 企业界的人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这件事情 他跟我讲说 正好是 你怎么都带一些年轻的出来 看到这样来 这样 这样软软 软软 没打紧 还留着留着就要拔拔拔 说我现在头脑 不要逃脱 他要拔拔拔拔 他说 工作不好找 怎么会拔拔拔拔 拔拔拔的意思就是想逃避 想不干 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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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有时候呢 去了以后险党险塞 险说这个公司制度 不够缓缓 这个公司的台湖 还是说这个老板 我看到人都被灰灯了 都有他的意见就对了 结果他就快要放下来 我在做日常的时候 也碰过这样子的人情的个案 我都跟他们讲 我说你要去找一找 你老板也有优点 你看他的缺点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 也有优点 不是有优点 你现在刚上去做一件 刚刚他做事情 你应该学他的优点 他的缺点你了解就好 但是缺点你可以改 他的缺点变成你的优点 将来你不犯他的错 但是他的优点助得你学 所以每一个人当你的老板 都是很好的学习的对象 还是继续吧 正向的人 精进的人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一个人太会挑 就很容易复向 一个人复向一旦 亚神习惯的时候 那身体也会比较差 因为复向的想法多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身上的 这个腎上腺素 正腎上腺素 都会分泌的就会比较多 那它就会变成分解型的代谢 对健康会产生一些 这个负面的东西 所以压力会随之增大 对健康伤害也很大 所以精进的意思 也是让我们转世成治 起了这个正念 所以八正道 其实就是起了这个正念 正念了以后 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 转世成治 那么今天接下去 我们要谈禅定 禅定它也是一样 产生转世成治的效果 那么因为我们透过禅定了以后 我们的心就能够 这个清静安定自在 那我清静安定自在的时候 我的智慧我的创意 相对的就容易产生出来 人内心里头 比较清静 比较住在的人 他们的思考比较清明 觉察力比较好 那这个创意也会比较好 我常常被这个年轻的人 问我这个问题 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有一些写作的这种 这种夏令营 或者是研讨会 找我去演讲 留一点时间跟他们交谈 他们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说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灵感 可以写那么多东西 我说 灵感跟那些创意 通常都是在 我放下事情来 到山上去爬爬山 去走一走 我只要早上或下午 出去山上走一走回来 就写不完了 为什么 我在走的时候没有想 我是去走一趟山下来 以后坐在那里 说我现在要解决某一个题目 我来想它的时候 就很快 很神变 很容易就有 如果你整天坐在那个 都不给自己一点安定的时间 那头上跟铁拔一也想不到 它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你的 你的心理头 常常是分繁分乱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感觉头上顿顿 头上顿顿 小也想不到 小也想不到 小也想到那条 没有八条 八条什么想不到 会不会这样 它很容易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禅定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 佛陀早期的时候 在原始佛教 也就是欧函藏里头 他在谈禅定的时候 他是怎么来解释 给一般的大众 来谈这个禅定的功夫呢 他的说 告诉我们的禅定 又被称为 叫闽师 闽就是闽王兴 那个闽师考的师 闽师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你那个分繁 烦恼 压力那一类东西 把它抿除掉 抿除掉了以后就清静了 清静了以后 你要去想事情 自然产生正知正见 产生了这个 种种的 有创意的思考 那么所以 他在这个禅定的时候 也就是说 禅定可以使一个人 入于杀妹 我们讲杀妹杀妹 杀妹这个人的 进入杀妹的时候呢 心定了 觉察力好了 这个时候 要谈的 不管是 你是要做什么事情 你的智慧 就这样 自然而然就会开展 开来 所以你看 佛在讲庙法莲华经的时候 他就 这个入了 无量义杀妹 入了法华杀妹 我们读法华经 修这个法门 法华经的这个法门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 法华杀妹 因为你进入这个定境的时候 会信才会开 那么 这个 所以杀妹这件事情呢 其实它是有定 然后产生了 这个 静跟悟性 也正因为如此 会 好多 佛在进入 杀妹的时候 会献神通力 无所不知 而且 献的神通力呢 在现场里头 它 会献 广长舌相 也就是说 什么叫广长舌呢 因为 佛透过 这个舌相 来说法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受到 不同的启发 它讲的是那么的活泼 而且 它的语言 会变成非常的 这个 这个说的 这个法 会变得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启发性 所以 那么 它对本体世界的解释 每一个人一听 就能有 就能感动 它对于我们 世间法的一些描述 它跟我们讲 我们一讲就懂 我不晓得 老师坐在这里 给大家讲 是不是 大家都一讲都懂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只要 盘着推 不管在这里 讲经 或者是 到 这个 别的佛事 讲经 或者到 华藏 这个 讲堂那边去讲经 我只要讲经了以后 我自然进入 那个 很安定 而且思考非常清楚 平常 我可能已经读得很久 记不起来的 有一些 有一些 这个经文 或者是 或者是 诗句呢 我也很自然的 就会 就会浮现 开来 所以 我在 这个 以前 开始 学讲经 不久 我就发现 我在讲经的时候 的思考力 跟我平常的思考力 不太一样 而且 有很多的 一些新的发现 那么 以前读过的经 那个地方不通的 是在讲经的时候 突然间 也就通了 回去 把它稍微记一下 以后 要写作的书 又有东西可以写了 所以 我讲的一点都不神奇 是因为 我们的脑子 变清净了 所以 佛呢 他 进一步的 在欧函藏里头 他告诉我们 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每一个人 在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有一种现象 叫随死 随 随他气的那个随 死呢 是这个 使我很高兴 那个死 随死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人 他会忠欲 他会想很多东西 他想拥有很多东西 你脑子 一个人的脑子里的 此起疲弱 不断在想事情 不断要 享乐 或者是想要 去 想要 摆脱责任 想要 逃避 现实 这些东西呢 都会产生 这个贪嗔 吃 乱 乙的东西 这件事情 如果你放纵这件事情 让它去的话 脑子呢 就一直在 我们的现实 生活当中 持其 毗落的 都是被这些东西 驱使的 所以叫做随死 所以 在欧函藏里头 它这么讲 若随时死者 随时死 如果你随着死 去死的话 死就是 也是 也是 死动它的意思 若随时死者 那个死 就是 这两个死 是同一个死 若随时死者 随时死 就随时 随着死而死掉 死掉什么 死掉你的智慧 死掉你的慧性 第二个随时死的 那个死 是死掉的死 若随时死 者 随时死 这样 你听懂吗 若随时死者 随时死 所以 欧函藏里头 讲这 讲得很明白 而且 它很有 这个心理学的味道 因为你一随时的时候 你整个的心理的负担 脑子的 这个 这个情感情绪 跟你的思考 通通都纠结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 很清醒的思考 而且 这脑子的 整个脑神经的负担 变得非常重 负担变得很重 而且 因为负担很重 而且有很多 处理不了的东西 你会 我们自然 傲然产生了一些 忧愁 无助 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失望 烦恼 无名 那当然 这个东西太多了 就容易当机 所以你思考的路径 全部被阻塞掉了 以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 还是 这样子的说法 是非常对的 我要不是受过很好科学的训练 我读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句子里头 我领会不会那么深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被人家问到 一个受过那么好的科学训练的人 你怎么会那么相信佛教这一套东西呢 我说你不知道 那个佛经佛法里头 那里面所拥有的生命的智慧 它有多丰富 在那个时代 佛能够讲出这么简单的东西出来 我们现在用科学来解释 也没有离开这个原理 也没有离开这个原则 所以 大家要注意 随时这个事件是纵容自己 去烦恼 去无名 去贪嗔吃慢乙 去执着在那个邪见上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如果陷入烦恼 烦恼到伯不贵的是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你一定有这种经验 烦恼很厉害的时候 挥之不去 你不会 会不会 会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 若随时死者 随时死 你的障碍就来了 是不是 而且智慧就打死了 是不是 这个死是智慧已经被打死 被绑死了 是不是 身体的这个情形也会变坏 所以如果你能够一练觉察 不要被这个东西一直想牵着鼻子走 你心里面一练 学察 告诉自己 嗯 我不要一直在这个地方走不出来 我应该去走一走 必要的时候 我去看一个朋友也可以 或者是我来做一点家事 或者是 我觉得家里有些事情 应该打扫打扫 或者有一些家里需要的日用品 我这几天就是很烦恼 都没有去买 我看我还是好好面对现实好了 那你就不会被一直想的这个随时死 那你就不会 就不会被他绑死 所以一练的绝的时候 就烦恼就除了 是不是 一练绝的时候 那么一练悟的时候 烦恼就除 是不是 所以他告诉我们 说你千万记得不要随着你的死 随死而一直死下去 所以我再从一种语言文字的内涵来看的话 这个死 当时翻译的时候 这个死 其实这个死的范文的原来的意思 就是翻译成英文的心理学的 那个叫Drive的那个字 就是趋利的那个字 它是同一字 所以人的随死这件事情 要了解 你很爽的东西 不要随死一直爽下去 会少出毛病来 你懂这个意思吧 你很烦恼的时候 不要一直随死下去 是不是 你很气的时候 你很气的时候 把他随死下去 麻烦很大 我今天 偶然看了一个新闻 是一个人骑机车 大概也喝了一点酒 那张好被警察拦下来 听说他没有戴安全帽 要罚款 大概只还五百块 还是多少 就解决了的 但是他越想越去 那就动手打警察 然后被警察 然后就变成了妨碍公务 然后又加上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他就 就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当时很气的时候 也叫随死 所以随死这件事情 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恋绝 随死就可以能够停下来 那转世就随成智 就可以用智慧来想 看清楚 我觉得 我看要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才对的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 在欧函藏里头告诉我们 结打结 什么叫结呢 我过去的经验 会变成我现在的成见 这个成见就叫结 我跟你之间 有过一些过去的不好的经验 那也会达成结 有心结 我跟他特别好 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也必须 他来 他需要求我 而我这个事情 虽然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还是去做了 为了前面去做 这个也是叫结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容易 产生结的问题呢 所以心结 大家都把它解释成叫做 就是心结都解释成坏的过结 但是那个结如果是 是有一些友谊 一些东西 而这个友谊 导致于你思考上 变成不清楚了的 变成判断错误的 其实也叫结 那不是真正的慈悲 不是真正的友爱 结 所以我们有了成见 偏见 刻板印象 以这些东西呢 那么都会变成我们的结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万法为世 其实世大部分都是有结 所构成的 所以 这个中国的文字里头 中华文化的这个文字里头 很好玩 心有千千结 是不是 一千乘以一千 是一千的平方 那些是很多的就对 那些拍都很多的就对 所以 你看 你只要是坐下来 你去看一件事情 你电视板打开来 任何一件事情 你只要一看 你就有一种你自己的想法 马上反射出来 那就是你以前打的结 不管它是结 是好结 还是坏结 是大结 还是小结 都是结 那结就会系上 一些新的认知 新的想法 那叫做解锁系法 结上面还会系 很多你现在的一些经验 所以叫解锁系法 所以 我们如果被这些结 跟解锁系法的 成见 偏见 刻板观念的东西 系得紧紧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我一看到你 就不爽 这个麻烦就来了 我听到你讲这句话 我就不能接受 我叫你头暗 头暗是什么意思 像呕吐 这个话就讲出来了 是不是 就是 我只要一看到它 我心里面 就觉得 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而且内心里 还觉得自己很伟大 一样 用银杯 银杯第一遍 看到他 我就觉得 他不是什么好人 就来了 第一次见面 尤其是 你是公司里头 要去找人的时候 那 你的机构 在口试 用人的时候 你考下来 第一轮考下来 你从十个里头要挑五个 如果清 结太多的话 成见太多的话 结果 你就 厉害 后来去 撑到一个 不严竞 也就是说 臭皮 严竞 又称为臭皮 粗皮 你知道吗 严竞 又叫臭皮 你们听得懂吗 我们这个做生意的 要做臭皮 你就 你的偷竞 竞就不严竞 就竞到一个臭皮 为什么 因为你随着偷竞 意思就是说 你用你自己的成见 这样去竞 不行 要什么 要 安定下来 好好跟他谈 了解他的背景 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 我自己以前在找人 我自己当主管找人 我都是拿出来 慢慢的 这样子跟他谈 我教出来的 这个 如何去 找人的 这种 这些 这些 演习 我叫他们 怎么找人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讲 我收获很多 为什么 你光是看那个脸 的长相 其实并不是很准 不觉得吗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我做心理工作 做很久的时候 我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看起来 蛮欲足的 或者是这个人看起来 焦虑的 蛮重 我可以判断得出来 那是我的专业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跟着跟他谈 比如说 他来应征 那 在公司的主管 在做interview的时候 在做 在跟他谈的时候 我说 你怎么谈 你一直看他 你是在换家室 还是要换 媳妇 你是要找一个 能工作的人 不是 所以 不是换演员 不是换演员 这是要换家室 还是要换媳妇 你也得要注意 他的内宅才可以 所以 你要把他看清楚 比如说 他有专举 你要稍微把他看一下 然后 你偶然的 你问他 比如说 某某先生或某某小姐 你这次来应征 我们这个公司 或者是我们这个机构 的这个工作 你跟哪些人请教过吗 他没有 我就上网查一点资料 就这样 我说 那么 你这个工作 也没有跟你的学校 或者跟你的学长 或者是 这个 跟你的父母亲 聊过 没有什么好聊 找工作 这是我的事情 他的反应 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因为这十个都很优秀 我要挑五个 两个成绩 是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 你要放在 稍微 负面一点 不是因为这样 就不用他 你要留意 为什么 这个人来 会 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 他跟人的 别 了解事情 跟人的之间的这种 这种 资讯的这种 这种 他 他太单向了 他跟人的这个地方 跟同事之间 或跟主管之间的 这个协调 这个 可商量的这个部分 会不够 会比较差一点 你当然来还要训练 但是他有这个 有这个习惯 那这个习惯通常在背后就是说 我这 我这 不需要插 我这 我这 担担去 跟这些人打交道 他如果来这里工作 也不跟人打交道 我去找他 要做 所以 你知道 人的内心里头 有这么多的 过去的意识里头 它在影响 我们的行为 影响我们平常生活的 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甚至于影响我们成败的关键 是不是这样 所以 结 有了 结系 那么 这个结 有了 又会跟其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就变成结系 也许 人际上不好 跟别人之间不好 这个相处 就变成结系 结系以后 即使他能力很好 但是可能 这个地方有点 合作上 可能会有点困难 尤其是做业务的人 要去做业务的人 更要去注意 这一方面的 所以 佛 早期 在早期佛教 欧含藏里头 你所看到的 他提出来是 随时 结 解锁系法 还有一个是动摇 什么叫动摇呢 就是内心里头 不安定叫动摇 修夸 我给人家说 就给人家战胆 轻的就走 那个叫动摇 内心里头没有组件 是不是 他没有他自己 没有自己一个稳定的一个看法 内心里头 他并不平稳 所以 内心里头常常 此其彼落 也就是这些人 他们的 心理世界里头 会有比较多的不安 也会有比较多的 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较容易犹豫不决 或者是朝三暮四 所以叫动摇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禅定的时候 一开始提出来的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会被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在随时 解锁系法 以及动摇 这些东西 常常会被这些东西给困住 也正因为我们被这些东西困住 我对事情的看法 自然就不那么的清楚 那么的亲民 而且我所看的东西 所观察到的 不是那么符合真实 是不是 有一个差距 那么也是这些问题 我们非常容易变成迷信 我碰到一点事情没有做好 然后我们会把它想象成说 这就是我今天 八字不适合今天的 这个去做生意 你如果这样想象的话 那些东西卖走 所以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在佛的教法里头 他告诉我们 你要把它看清楚 一定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 闽失禅定的这个习惯 然后我们才能够清楚的 打开智慧 有好的绝照 把事情看清楚 那么这样子呢 可以减低我们的压力 也增进了我们的创意 那么这也能够使我们的 这个原来有些负担呢 也能够比较疏解一点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它叫闽失 那么你一定 现在会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禅定这件事情 禅这件事情 是不是都是在禅堂里头坐禅呢 禅堂里头坐禅也是禅 那是在坐里头训练禅 可是行 住 坐 卧 多是禅 你在平常的这个工作行动之中 你的心必须要安定 不要被这些成见 偏见 刻板 观念给困住 行 你平常住 也就是说内心里头 你自己安定下来 那么这个内在的 这个自己 这个安室居家的时候 你也能够真正的 能够安定下来 那个树 我坐在那个地方 打坐的时候 那我也必须要能够 这个 能够安定 心不乱才可以 或 我睡觉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 禅 在谈的事情是行 住 坐 卧 皆是禅 它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行 住 坐 卧 都是禅 那我还不需要学禅了 不是 是行 住 坐 卧 里头都要有禅 是这句话的意涵 也就是到最后 我们能够在行 住 坐 卧 里头 都能够禅定的时候 那我们会睡得好 坐会坐得好 那在居家时做得好 我们在行动 工作 各方面的时候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 维世家呢 在这个地方谈到 所谓的闽思禁律 谈到 这个 这个禅定的时候 所谓禁律 也就是禅定的别意 而同一个 其实是谈的是同一个 那你看到 叫做 安住禁律 它指的是指 我们心里都要安定 要感觉到轻松 而且能够专注一心 引发禁律 什么叫引发呢 就是我能够引起我的 这个智慧的一个开启 发起好的觉察 跟发起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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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性 那个部分叫引发禁律 也就是 第三个呢 就是 办事禁律 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能禁律 为友情众生 做乐意服务 那么 不论是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在做志工 你都愿意 那么 叫做办事禁律 我在工作 服务的时候 我仍然 内心里头 仍然还是安定 清静的 你说一个人 能如此的时候 这个人的身心 当然就会比较健康 他消耗掉的 体能跟精神力 自然而然比较少 而且他产生的创意跟智慧 就比较多 这个人就会比较健康 而且 寿命也会比较长 这就是在谈禅定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转世成智 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话风一转 要跟大家谈这个问题 现代人 我们从小就被 就熏染了一种 对于 这个种种的欲望 种种的战友 种种的明文立养的东西 我们不断想要有他 而且越多越好 你我都不能例外 我们之间 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有的人直的 直的很紧 有的人直的松一点 但是要现在都能够松开来 我看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么现代人 因为对一个物欲 受到很大的一种 从小就熏染 然后生活在一个竞争 不断变迁很快 而且知识的半衰期 越来越短 以前给大家解释过的 因为你学的知识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知识已经不能用了 到不能用为止 你就不会去用它 所以半衰期 就是已经有一半 不能用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说 很多的知识的半衰期 已经过了 你还在用它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能够用你以前 练书的时候的知识 或者你年轻的时候 学的知识 来当做这个 壮年或老人的健康的知识 因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应该用 壮年或老人的健康的知识 才对 是不是这样 你不能用你平常 处理事情的态度来处理 你第一次开始当公公或当婆婆了以后 你就应该要学习新的做公公或婆婆的知识 才可以 是不是这样 你当然新当一个爸爸或妈妈也要去学一点新的知识才可以 不是原来那些营养啊 或者平常的生活的一些习惯能应付得了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说叫做办事净律 你能够亲近 不会被这些成见给绑住 我们自然而然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安住净律 也就是安住的禅定 引发净律 也是引发的禅定 那么办事净律 也就是这个办事的 这个禅定 那么我们 能如此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能够 这个 这个生活的好 不会被这些欲望啊 给 办得走 不会在这个竞争跟焦虑的一个生活方式下 变得非常的困扰 那么也不会被这个贪婪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情染的东西给困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执着执着 或情染这两个字 那么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执着或情染 其实它就是我们烦恼的根源 也就是解 解索细法的根源 它也就是我们会产生动摇 产生无影的主要的来源 它在八识里头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意是我们一般的思考的 那个叫做意 莫纳呢 就是 这个第七识 莫纳是呢 这个第七识呢 他专管这个执着 所谓的执着就是一个人一定会执着自己 执着对别人的憎恨 执着感情的东西 执着一些成见 执着一些过去所学过的一些经验 自然而然 就是这样 但我一执着这个东西很多 那么我什么东西来 都拿这个东西当过滤 当过滤器 做米罗 来过滤 所以结果呢 很多跟他不相同的 通通都滤掉了 所以创意 没有了 是不是 那么所以 残家会讲说 当你尊正开悟的时候 心有如脱底筒 我一看就晓得 因为托底筒 就是 什么东西 通通都会到我的心灵来 做到我的 这个 用我的 这个 智慧 好好的去把它觉察 看清楚 都进到这个里面来 所以他也成为 叫做 经验的开放 因为我能够把我所碰到的 种种的经验 知识 事件 都能够输入到我的脑子来 我当然 才能够了了分明的判断 如果我一开始 就把这些东西 就把它过滤掉 这个我看不惯 这个 不可能 这个 不是我想要的 通通把它拿掉了 只剩下过来的 就是我要的那一点烦恼 那麻烦就到了 是不是 所以人很容易 就是 这个 随着自己的 过去的一些经验 去生活 的原因就在这里 对不对 而且 常常呢 就是 有了 这个烦恼的 这个 这个 结 跟结所细法 越多的人 他的生活 处理的事情 都是在处理 他烦恼的事情 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听得了解吗 你烦恼的结 打得越多 然后 你整天 有兴趣处理的 都是跟你的烦恼 有关的 那个烦恼的结 所以 你变成全集 都在处理烦恼 你听到吗 你一定有很丰富的经验 今天有一件事情 不爽 整天都在想那一件事情 春的都没去 就是 撤掉了 都过滤在那里 哎呀 那我们就所谓 会所谓 开放的经验就是 我能打开来 凡事了了分明 是不是 或者思考处理事情 自然就清清楚楚 这个转世成智的功夫 是在这个地方哦 那么所以 这个 从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 你 成禅定的训练 就是我先从坐着 老师教我们 佛法教我们 师父教我们 入禅堂 从坐的地方开始练习 让你把所有的烦恼 慢慢的把它敲破 是不是 把这一些 这个障碍 解 解锁系法 慢慢的这些成老 你能够敲破 你在坐着的时候 你专心的 让自己不被 透过来训练 敏思 训练 净律 慢慢的 那些东西 就会被你消除 慢慢的就会消除掉 那我们慢慢把这些东西消除掉了以后 那么 我们的烦恼 打的结 就相对就比较少 看事情比较容易了了分明 所以坐禅是学禅的第一个初步的功课 它是从最基础的一直到你最后的完全的开悟 都必须以坐禅做一样的功夫 你平常坐禅做得有心得了以后 那么 每天 有这种敏思坐禅的习惯 如果你早上出门之前 也能够稍稍静坐一下 那无论你所做的 这个工作呢 这个分凡是多么的大 挑战是多么的大 你判断事情 看事情 你会 直觉力会比较好 智慧比较容易打开来 要不然 你很容易被一些纷繁的 这些细节给困住 结果重要的 我们没想到在想下 没重要的 很容易 因为这些东西通通 都在你的意识的处理里 都被过滤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产生智慧 去聊聊分明来看待它 所以 从 内心的安定 到最后的测误 残堂里头 静坐的功夫 是一个 核心的训练 可是这个训练 这样子的训练 你每天就应该 是回到家 有时间可以静坐才可以 每天都应该给自己 有一点时间静坐 对你的健康 对你的心灵 对你的悟性 觉察力 都会变好 那么 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 你做了 你能这么做 你的睡眠 你坐下去 要卧禅的时候 睡眠也会变好 你出去做事情的 心也会安定下来 所以 这个部分 老师有 有一点 经验 我把这些经验 跟你谈谈 我们现在 在把做产 来当科学的问题的研究 是在 1970年代到 80年代 我到这个美国纪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学的心理 还有学了一部分 这个有关职业训练的东西 那么 我当然 我会很专注的去注意 这个心理的东西 然后 我开始留意到 有很多的研究 是拿坐禅 来做研究的题材 是坐禅对身心 以及情绪上的影响 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70年代到80年代 就开始很多研究 一直到现在 神经科学家 James Austin 他还是在 他还继续在研究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在学禅 我也在那个时候才知道说 他对于我们的 觉察 创意 内心里头的安定 对我们的 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帮助 有帮助 那么 这个 尤其是对我们的记忆也有帮助 是 1982年以后 我才接触的 可是我学禅 那么是在我练 高一的时候 那么 那么 这个 我真正开始 这个学禅 是在民国 不到 49年 我每天 我已经 晚上 我就打坐了 我已经开始学禅 我是误打误撞这么早 就学了每天打坐 而且 这个 在自己的一个生活上 也有比较丰富的中价寝潮 就开始了 我每天打坐 可是我的工作很辛苦 因为我早上一大早就要去做生意 做买卖 而且卖完了又赶回到学校上课 又常常很赶 又怕赶不上 下达课又要先去进货 然后第二天才有办法顺利把货拿出去卖 所以 这个 我做这些生意呢 是从高一开始的 所以我晚上 我无论如何 我一定 还是要找一个时间 静坐 我静坐的时间是因为 这个 当时 幸运法师要求 我们这些年轻人说 你一天至少做二十分钟 我们就乖乖的 做二十分钟 我每天都做 我很认真的做 可是 我觉得很奇特 我做完了以后 我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 而且心里比较安定 也不会埋怨自己怎么这么拍面啊 这么苦 也不会 不止如此 因为我没有时间可以 我只要回家能够把作业做一做就好了 我不可能有多少时间读书 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 可以再去买一本 这个课外的参考书来看 我都是 凭着上课的时候 就像在打坐一样 把这个精神力提起来 然后专注着听 我就靠着听着 然后讲完了下课的时候 我再把它翻一翻就这样 但是 我好像 每一课 都还是可以 这个 这个 低功略过 这样子 还能够 还能够过 这个日子还能够 这考试的日子还可以过 我觉得我记性 大体上不错 那些数学啊 我可以透过用推理的方式 来推来解答 那些问题 所以也就这样子过 我当时以为 就是我有两个 两个 当时有两个 一个觉得很幸运的地方 一个是 我那个学校不是像台北这边的学校 每天都在考试 如果每天都要考试 我那个生意做不下去 我们只有月考而已 所以其他的这个都没有 所以我只要作业作业做 我教出去就已经很好了 考试那个时候 有一两天生意 可以不要做的话 必要的话 就有一两天不要做 砍一砍 我就会应付得了 不过 我事后我才知道 我大概在民国七十几年以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每天打坐 是对我的专注性 跟我的记忆是有关系的 甚至于对我一些事情的思考是有关系的 我是看了那些研究报告以后 我才自己领会到这一件事情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效能很好 你打坐二十分钟 要睡觉 一睡就到天亮 这是四点半的时候 我母亲会把我叫醒来 所以体力各方面都还维持得还蛮不错的 只是那一段日子 我们觉得打坐最有帮助是很大的 而且也因为每天有打坐 维持了我的一种对一个佛教信仰的那份前操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要这个样子 因为每天有一个定刻在那个地方 那么后来 我从这些经验里头 我慢慢感觉到 其实我的一些创意思考也还不错 那么 等到 我在研究的历程上 大概1982年以后 我查了好多的一些关于禅的一些研究 我把这些禅的一些研究的报告 我把他们的发现给大家来谈一谈 第一个呢 谈坐禅对身心的影响 这是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做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 是因为他是拿这些这个学生 那么教了他们 静坐 那么这个有过这个基础了以后 那么这个 这个开始来做这个实验 那当然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静坐有了基础 还要练习把很多的仪器全部都在接在他的身体上 练习到可以了 然后再开始做静坐 那静坐呢 静坐20分钟到30分钟呢 那么他们就发现 第一 只要静坐这些有经验的这些学生 把他教好了以后开始静坐了 那么第一 他在静坐以后3到5分钟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的耗氧量 身体的耗氧量开始下降 身体的耗氧量下降的时候 表示我的身体 就不需要耗掉那么多的能量 我身体里头的那种紧张 跟这个 整个的一个 身体的一些循环的事情 它慢慢缓和下来 呼吸开始放慢 耗氧量减少 心跳开始也缓慢下来 血压开始下降 只有3到5分钟 这件事情呢 我 这个 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跑去做实验 我这个 以前呢 我在这个 我的工作的岗位上 他有这个医务室 我是有一次因为感冒 我去医务室看医生 他就帮我量血压 他就帮我量了一下 他说嗯 你血压还好 但是稍稍的高了一点点 嗯 我走路过去 他马上帮我量血呀 嗯 这个 马上 坐在那个地方 我心里面 就坐着 我也没有盘腿 我就 就是进入一个 就是坐禅的 那个安定的状态 只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说主任请您帮我再量一次 他说奇怪 刚刚是不是我量错了 我说没有 我只要安定下来 他应该会下来 他说你下一次再试试看 我下一次去走过去 他帮一两 我只要坐着 让自己心安定下来 又如在我在静坐的时候 他就下来一点 所以这个实验是确实的 第二 是血乳酸会下降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时间不太一样 但通常二十分钟以后 血乳酸就会下降 它下降的程度 比好好地去睡六个小时 下降的比他还好四倍 血乳酸的下降 表示这个人的焦虑下降 并不表示 我在那边坐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就可以产生 六个小时的睡人效果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的血乳酸下降 那血乳酸就是一个人的焦虑度 如果我们的焦虑 这个很高 那么血乳酸就会提高 那么血乳酸就会提高 所以一个人抽他的血 检验他的血乳酸 如果比较高的话 把它已经高到一个临界点 再把它打一点乳酸炎进去的话 他焦虑症就会发作 就会变成焦虑症 那么所以 这个静坐是可以使焦虑下降的 因为血乳酸可以下癌 第三个呢 是皮肤电阻会增加 这个皮肤 量皮肤的电阻 皮肤电阻会升高 它比睡眠六个小时 也是一样 比它这个效果好四倍 那么皮肤的电阻 如果升高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不紧张 不知觉出汗 减少 所以电阻就升高 那么所以 静坐本身 也让我们轻松 让我们感觉清安 那么 这个 就他的脑波来看的话 它会产生L法脑波 这个L法脑波 跟我们平常的 持其比落的脑波 上上下下脑波不一样 但是睡眠的脑波呢 也是一样 有上上下下的 但是L法脑波 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一个状态 那么 坐禅可以产生L法脑波 但是这件事情 产生L法脑波 这个事情 那么 我后来 在 我的自己的经验 跟研究上 我发现一件 有趣的事情 我得到 从这些资料里 我得到了解答 包括你的病病 替我解答这个问题 我从这些资料里头 我得到一个答案 你们辛苦了一整天 晚上要静坐20分钟 会不会打瞌睡 会 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 说老师 我会打瞌睡 我实在是真没用 我这个学产 我这个身体好像不能打 我一打出去就打瞌睡 我说不对 我也会打瞌睡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20分钟打一下 就会打瞌睡 因为我很累 我很忙 但是呢 我早就已经习惯他了 打瞌睡一下 就再来一次 是不是 再回来蜀 再来水洗 然后打瞌睡一下 再提起正念 你顶多三次以后 他就不打瞌睡了 他不打瞌睡了 好好地这样做 就可以安然稳稳地 可以做个 20分钟半个小时 完全忘我的状态 好好地做下来 做到很内心 不乱的那种 那种经验就有 所以我就觉得我当然有情 我自己会觉得我情有可原 因为我很累 可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打坐的时候 在残堂上也在打瞌睡啊 你们在残堂上都 这个打坐的时候有没有打瞌睡呢 有都很诚实 打瞌睡 我也会 我在残堂上也打过瞌睡啊 但是 所以我如果在残堂上的时候 我不会拿那个残堂上去敲那个学生的背 学员的背 我不会 因为残堂上就要宽宽地打在平平的背的那个地方 它会讲那种啪的声音 那这样就可以让你这个振作一下 但是 啪也会把人家定的人 给 所以我就 我在这个老师的残学 静坐的这个信念领上 我就不用这个残堂 我残堂顶多 我看到他已经打瞌睡太久了 我才会拿那个残堂上去 去他的背那个地方 把它怎么样一下 稍微提示他一下 但是 我告诉你道理在这里 睡眠 人在平常 这个醒坐的时候 到进入睡眠的那个 那个交界的那一段 短短的时间 会产生Alpha脑破 所以 你们注意不注意 注意啊 你躺着要睡觉 你好像要睡觉 好像要没有睡觉 那个短短的那个时间里头 你会觉得好像也有一点清醒 可是呢 却进入一个 好像蛮祥和的一个状态的机会很多 除非你烦恼很重 除非你在这里压力很大 要不然睡眠 那个躺下去快睡早的 如果你是正常的状态之下 要睡眠进入一个睡早之前 那个短短的时间 有没有觉得很好 不要说什么 你中午稍微打磕睡一下 你觉得要打磕睡一下 那个感觉好不好 很好啊 所以五睡那个时间 那个趴着一下的那个 哎呦 睡早 又好像没有睡早的中间 那就是Alpha脑破 所以我那天才完全了解 要睡觉刚睡的那天有Alpha脑破 所以我在静坐打坐的时候 刚要进入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Alpha脑破 所以我很容易在这个地方 插到睡眠的那边去 会打磕到睡门那边去 所以我当然会这样子啊 所以我那天 我在看这些报告 我才觉得哇 我已经了解了 所以我很能够对 在残堂上打坐的那些人慈悲 因为他太累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 不过他如果一次 两次三次 我早就跟他讲了 还是不行的时候 我还是会拿 弹板过去 稍稍把它警示一下 说你已经差不多了 再提一个正念就会回来 那效果就会出来 这是很实用的东西 研究帮助了我们 了解很多的事情 而这个静坐以后 就长期产生Alpha脑破 而这个Alpha脑破 帮助了我们 解除了很多的压力 解除了很多的结 也解除了他也比较不会一直在做梦的状态 这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神经网络的一个保健 它有很好的这个正向的作用 所以你现在知道 静坐对你真的很有帮助 所以老师呢 在静坐 我每天晚上静坐一下 然后呢 这个 我如果到山上去走一走 我也会找一个地方 静坐一下 嗯 即使坐下去可能搞不好还会有点打瞌睡 也不一定 但是 你打一次就让他打一次 提起正念来 一两次三次了不起 如果说你登山一次走路走来 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你真静下来坐的时候会 那很快就好了 那种在那个地方那种感觉真好 等到你静坐完了以后你会发现 眼睛所看的比你平常所看到的东西要透彻的多 耳朵所听的比你想象中的要更为这个寥寥分明 你要记得你会发现 你本来不太注意的鸟儿的飞翔 你会看得更为这个真实跟活泼 你听到的它的叫声或者是悠玄的云 或者突然间这个有了其他的动物在你身边过去 你的敏感度会特别好 我自己 因为每天打坐 所以我如果没有生意可以做 要到山上去 去打工 去做工的时候 到山上去 在那个切拿来的生活工作 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其实我只要到那边要工作 那我如果觉得这个地方有动物 大概那个动物就会出现 我的敏感度很好 比如那个深山发木发下来了以后 在底下要种橘子来 要种什么 那等到你要去除草的时候 是要是那个上面 光是那个横出一树八的那些木头 就差不多有一楼 一个楼层高 所以你要下去 然后才能够把那个草除好 那些橘子树才会长起来 那你要下去的时候 那里面是最容易 抚目是最容易藏 这些蛇 或者一些动物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觉察性 真的很不错 我有一天我下去了 已经在工作了 就做到一半 每一个人都带着斗笠 我也带着斗笠 但是我突然间有个感觉 我的头上有一条蛇 我突然我是带着斗笠 我看不到他的 那个伸着下去 哇就弄那个洞 那个草 有一条蛇 所以我就没有洞 我觉得它很清楚 就在头边而已 我就慢慢慢慢移动移动 然后把斗笠杀杀拉开来 看一看 那果然是一条亲足无师 而且是恰不得 就是刺猬的那种 是剧毒的 然后我就把麦子 再把它弄回来 我就敲它缠着的那个 然后我说 请你走开 我要在这里工作 请你卖手钢 然后我会求着 大树大悲观 顺应菩萨 请你能够 能让这些的动物 能够走远一点 我也会说 这里的土地圣 我会请你 我没有人 收光较久 我是来这里探一下家 我来这里转一点 来讨一点生活而已 慢慢慢慢就走了 所以 你一直到一个月圆时的地方 你有修行 你才知道你真的是 这个身体的反应 觉察是比较不一样的 尤其是在深山里头 这个生活的经验 我很丰富 我现在想起说 以前很辛苦 但后来现在想起说 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我好丰富 这个上厕所小便 自然而来跟这个大自然之间的那种 觉察性 自然而来就会好的 我觉得 那一个部分 我觉得 我后来觉得 收获也很多 收获也很多 所以 你看到哈佛的这个 医学院的这个研究 你也会发现 他真的是 对我们 这个静坐 静律 这样子 对我们的脑波 对我们的脑功能 这个神经系统帮助是很大的 我再讲一个研究 这个是坐禅 对学习的影响 我刚刚都讲 我以前是误打误撞去学坐禅 但是我觉得 我虽然不是功课很好 但是至少那么忙 我还维持着低空略过 日子还可以过 觉得 但是 有一次我查到了这个研究 是纽约 这个 这个东测斯特 学区 East Chester Public Schools 的这个地方 他们的这个读学 就是这个 supervisor 就鼓励他们来做一个研究 因为纽约这个地方的学区 是犯罪率比起西部要高 吸毒的情形也比西部高 所以 这个 他们呢 这个 就鼓励好几个学校做研究 就是教这些孩子 静坐 而且 每一堂课要上课之前 要静坐 这个 几分钟 然后才 开始 这个 这个上课 然后呢 每一天 学校都有一个时间定课 做一做 结果坐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了 他们实验了 这个 一年下来以后发现 这些孩子的 学业 成就测验都提高了 成绩变好了 第二个 是学生之间 斗殴的 那个 比例下降了 第三个 第三个呢 跟老师跟父母亲冲突的 就是跟亲师冲突的 也明显的减少 最重要的是 这几个学期同时发现 学生使用药物的情形也下降了 我觉得 他们做的这个研究 台湾的花莲 视为高中 他们的学生 也是这样子 每堂课 也是有个几分钟 立的时候 在工厂实习 如果职业科的话 他家立禅 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就坐禅 就这样做的正经为座 然后再上课 这样的效果 是这个学校 他的这个教学的品质 学习的效果 越来越提升 所以他以前是在收 大家不要的学生 现在他这个学校 变成一个不容易进去的 一个名校了 那么 这个我们在谈 一个 这个 就是 静坐柜青少年 这个部分 那么 这个Wallace跟Benson 他们做过的一些研究 是发现 就是 可以使一个人的吸毒 可以戒除吸毒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么 最有趣的是 有一位叫做 Terry Lash 这个人 他是一个 心理智商的教授 是我这一行的 对研究所的学生 因为这些研究生 将来出去 都要去考照 然后再做心理智商师的 那么 他们呢 就教他们练习 做禅的这门课 那么都把他们教好了以后 然后 就实验 就 就他这一门课 实验 那么 这个 做下来 那么 以两个学期 为主 最后 他们 夺出来的 一个报告 Terry Lash 发现 就是这一些研究生 在经过 作产以后 如果前面 做前测 后测 用了很多的测量 最后他们发现 有三个很明显的 一种变化 第一个 叫经验的开放 叫做 这个叫做 Open to Experience 也就是说 我的心 对一些事情 我比较能够 开启 开来 我不会 有些东西来 到我这边来 就被我的心 给卡住了 那 所以 我比较能够开放 因为我比较能够开放 所以 很多的启发 很多的点子 容易进到 我的思考的线索里头来 所以创意会提高 所以 Open to Experience 第二个 谈到的就是 他们的 Empathy提高了 同理心提高了 对别人的理解力 对别人的同理心 好起来了 第三个点是 他们对生活的 自我实现 也提高了 一个人能够 自我实现 这件事情 是在生活里头实现 在他的学习中实现 因为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能够实现 我的生活的时候 我 无论是我接触到 什么事情 看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那个地方 感受的会比较深 体验的比较多的欢喜 那么 我也比较能够用我的思考 我们的思考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 作产其实 对我们的人生的帮助是很大的 那么 有一位 有一位 国家卫生研究员的 一位研究教授 叫做 D-Pek Chopra 他有专张在讨论 就是 敏思 他是用坐禅 或静坐 这个 T-M 或者是 这个 坐禅 这一类 这一类 那他的一个研究报告里头是 这个 作产 敏思 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他可以使一个人 我们的焦虑紧张下降 那么 这个 对于我们的老化 能减缓我们的老化 也使我们的健康变得比较好 那么 他的这些研究里头 那么 这个最主要是跟 这个 这个 肾上腺素 这个 这个 不至于 这个 这个使用的太多 那么 对于人的寿命 以及老化 自然 自然就会减缓 那么 这个 这个人的身体里头 最后他谈到了 就是 焦虑的转换的 一种 一种 神经传导物质 叫DHEA 这DHEA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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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复杂的 一种存类的东西 他呢 那么 这个 从生下来以后 他 他还维持着 有一定的水平 到 约25岁 20几岁 那么 他就 以后就 不再增加 就开始消耗他 那以后消耗到 大概要死的人 身上 DHEA 都在5%以下 如果你看起来 好好的 但是他已经 接近那个地方了 那些 很容易猝死 就突然间 都 死掉 就死掉 对 那 这一位 Deepic Traveller 他有特别提到 这个问题 就是 闽失 坐禅 或静坐 这一类的 对于我们 那么 这个健康 以及防老化 其实是 有一定的帮助 他也会减缓 DHEA的过渡消耗 那么 这些研究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自己在很忙 或者在处理一些 这个 这种不稳定的 一个群众的 一个状 的一种状态 尤其是 我在处理一些 学运 比较多的 那段时间 我在处理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心 通常 我会把自己摆在 我的心 是在 静坐的状态 虽然 我还是要讲话 还是要听这些 种种的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语言 冲突性的意见 但是 我的心 是把自己的心 摆在一个 像 禅定的一个状态 来看 所以 我大体上 不容易 在那个地方 被激怒 说出 奇怪的话出来 我不容易 我其实 就是到 这个 需要到 这个立法院 去做 去做一些 报告 或者是 做一些 公听的时候 有各种 不同的意见 甚至于 有时候 你会觉得 很不一样的 一种态度 对着你的时候 我也不会 因为 我早就已经 准备好了 就是 这个 要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心 是维持在一个 像打坐的 一个状态之下 来听 来看 而且 我认为 他讲的 即使非常强烈 我也很容易 把它记下来 我觉得 他很强烈的东西 是有道理的话 我觉得 我也还会把它记下来 甚至于事后 我还会 告诉他说 你那天讲的 某些东西 我觉得很好 而且 已经开始在办了 我也会告诉他 所以 原则上 我觉得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头 无论你是经营事业 或者是参与一些 这个 这个 整个社会的一些 一些事情 有这样一个禅的训练 真的是很宝贵 你们要珍惜它 因为它真的让你 本来很怎么样 会转世成智 成为一个智慧 去解决你的问题 也让你的健康 各方面会变好 好 那么其他的 我总和起来 有好多的研究 我总和起来 我给大家报告 坐禅 一段时间以后 第一个 它会产生直觉的提升 这个直觉的提升 因为我直觉比较好 我的六根就比较敏锐 我的眼耳鼻舌身 也就比较敏锐 我对这些东西 比较敏锐的时候 我直觉到一些事情 判断的 通常会比较好 觉性比较好 第二个呢 就是 它会感觉到 冷静的觉察 我们觉察一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都还有一点 tension 我很专注 我会有点紧张的来看着它 但是真正的自在的觉察 就是内心平静 可是觉察却很好 你希望不希望是这样 最好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它会产生叫做 restful alert 这是比较冷静的 一种清静的一种觉察 第三个是 你最后会发展出一种纯净的智慧 我们讲说intelligence就是intelligence 但是intelligence在现在的 所以智能来看的话 叫多元智能 我们的智能里头 有音乐的智能 这个数理逻辑的智能 有身体冻觉的智能 有空间关系的智能 有内心的智能 有人际关系的智能 有观察大自然的智能 有种种不同的智能 但是他告诉我们 他说 你可以产生一种纯净的智能 所以这个pure intelligence 它可以支援你各个不同的智能 哦 这个事情 这个心理学家的说法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最近在神经科学上 研究的报告里头 去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过去都认为 我们的神经的网络 后来是不太 不太怎么再去扩张了 功能是不太 只是你用你原来的网络 来装东西 来使用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其实还是可以 但是是你的心 是一个比较冷静的 那些状态的人 他们扩张 他们能够扩建的 的潜能会比较大 那么内在的自我 会产生 会领悟到一种 在透过这个静坐 容易产生一个内在的自我 一个 它称为叫 inner most self 就是自己最里面的 那个自我 那那个我 所以我们放空放空 完了以后 你如果静坐说 要放空放空 你躺着的时候 握肠的时候 你说放空放空 但是放空 专注的呼吸 有时候会不会感染 有一个深度的 最里面 inner most self 有没有 还是有 你会体会到它 而不是那个 平常持其脾落的 那个思考持其脾落 情绪持其脾落的 而是一个安静的 inner most self的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的 这个禅的 这个部分的一些报告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说过很多科学的一些 一些学习的一些熏陶 有这些报告跟你讲了以后 你对于坐禅 就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你也比较容易了解 听说坐禅坐下去以后 万一着火入魔怎么办 你现在怕不怕 不怕 为什么 你用亏欠给你结束以后 入什么魔呢 是不是 唯一入的魔是什么 是你坐下去以后 你要想东想西那个魔而已 但是你不要想就好 你不必想 你就放easy一点就好了 是不是 那么坐禅本身 你每天都应该有一点运动 因为运动的时候 会使交感的神经 比较 交感系统比较缓和一点 那么你要静坐的时候 比较容易安定下来 所以每天应该有一点运动 运动有助于你的静坐 运动配合你的静坐 对于你的健康 以及对于你的脑力 思考各方面 那么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 这个 做禅的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说真的 也是一个禅的道场 那么这个圣言师父 那么慈悲的 把这些东西 交给各位菩萨 所以你要珍惜 他所传授的 我今天跟你讲的 透过这样解释 你才知道他的珍贵 你不觉得 这个坐禅的 他的珍贵 对我们的帮助是那么的大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 我只要腿盘起来 我讲三个小时都不累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用一点点 这个体能就可以了 我这样谈的 我很自然的 我可以跟各位谈好多事情 很自然的 但是你要用站着来讲的时候 就可能效果没这么好 因为做起来的时候 你的心也真的是按定了 所以你的行住坐卧里头 我再进一步 再给各位谈一件事情 你如果有机会 你去登山 或者到海边 当然你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如果 这个 我记忆中 我跑去这个花莲 台东 或者是从苏澳过去一点 大南澳的地方 我去 然后我到了海边 风河日丽的这种日子 我找个地方 就把它躺在 这个 那个 鹅兰石的海岸上 或者是在山边上 我当然有一些 这个运动 有一些 然后我在那里 把它躺一会儿 我躺下来的时候 不是坐禅 但是我用侧卧 让你的心脏是在上头 就是右侧 然后你的脚 不要伸着直直的 像僵尸一样 要有一点点这样弯 就是吉祥卧的方式 然后你就在那个 被这个海水冲刷的 非常干净的这样子 你要想着那边就是太平洋 有多么太平 你想想看 那个水 那么 那个海域 那么大洋 那么大 然后你到那个地方 坐下来 你让那个 整个的大地 这样子把你拖着 把你拥抱着 你好像回到 那个 这个非常祥和的 那个老家一样 然后坐在那里 一直听着 那海的 海浪的声音 偶尔你听到 也许有一些海鸟 叫过的声音 让你觉得那么洁净的 这个大自然 拥抱着你 你在那个地上 这样稍稍悟一会儿 你可不要睡着了 就是悟一下 啊 那个禅定的喜乐 叫我如何说 说也说不完 有一次 我到西藏去 这个 我去 上 这个大陆 就上晚来课 上海上晚来课 我们是一个礼拜 后来以后他们 事先就都跟我安排好 说老师 我们另外还有二十个人 组成一团 包括老师在内 老师你跟我们去西藏 去旅行 我说 你 什么东西都不必 你只要来 就要一天给我们开市 三十分钟就好 我想 一切都安排好了 去了 但是我跟他讲 当然好 但是要我没有 那个 产生高山症 才有办法开市三十分钟 他们跟我讲 说老师 我们都给你准备了 对 因为我年纪最大 我已经六十出头的人 那个时候 跟他们去了 我心里面在想 我说我要去之前 我还到屏东的北大湖山 当天上宫顶下来 而且那一天晚上 不只宫顶下来 晚上回来再逃北 还到佛陀教育机会 滑上讲堂 再讲一次经再回家 那也超过三千公尺的 所以我在想说 我有训练过应该还好 结果很平安 没事 但是呢 三十分钟开始 我都超过三十分钟 为什么 我叫他们练佛 圣圣阿弥陀佛 你说到西藏这种地方来 不练佛不是太可惜了吗 到了山上级不打坐 不是很可惜吗 到那个亚鲁藏布江的上游 那洁净的那个河谷 那个冲刷得那么干净 在那个地方不搬一次卧蝉 那怎么行呢 那所以 他们就跟我讲说 老师 自从念佛一次完了以后 他们说老师 到哪里 你只要看到那个地方 你觉得 这个三明水秀 你觉得那个地方很好 你就只要叫一声 我们车子就停下来 就在那里照你的意思 我们就来坐 好了 你一次到亚鲁藏布江的 上游的河谷 那个石头 也是这样子冲刷得干干净净的 那底下就是洞土 洞土啊 是很冷的洞土 但是下午两三点的太阳 晒得暖暖的 我说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各自找一个地方 你可以躺下来的地方 这个做吉祥我 然后就 这个做了吉祥我 因为这个吉祥我的基础 已经先跟他们讲了 所以 来啦 他那种很快 就进入吉祥我 然后 这个 我就跟他们开始 所以你现在都做好了 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高的高原 你躺的这个地方 没有沉消 人世间的沉消烦恼 你要把那些东西距离这么远 通通把它丢得远远的 只剩下一个 你在这个地方躺下来 而且是很轻松的 这个地方是这么祥和的 就好像 整个宇宙法界的母亲 在拥抱着你一样 她就叫做如来法界 你回到这个如来法界的 亲近的 这个怀里 在这里 好好的去领受 听着你的呼吸 完全一切远离成消 好像回到自己的家 好好的 让自己轻松的 在这里享受这一份 美好 然后我也在这里 镜坐下来 这个镜握下来 然后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时间 不能太长 怕他们早两十几分钟 就把他们开镜了 开镜了起来 慢慢地动一动起来 好那种树镜 好庄严 庄严的就 不会跟你在长唐的时候 可能比他还有过之 那种庄严 然后起来了 我们说 现在完全开镜 我发现 这些人里头 超过一半的人 掉下眼泪 开镜的时候 掉下眼泪 不是悲伤 是感动 他们告诉我 老师 我这一辈子 他们都不是有 佛教信仰的人 我这一辈子 从来也没有接触到 那个最清净的 那个世界 你称他叫如来法界的 我从来也没有过 我今天完全能了解 是那么样子的祥和 那么的美好 那么的清净 掉下眼泪 就这样跟我讲 我跟他们说 今天你们来了 也就在这个地方 这么好的气氛 而且是吉祥卧 这吉祥卧 一样可以产生 这么大的开悟 这么大的清净 今天告诉你们 就在这里 每一个人 去捡一块小块的石头 当着吉殿 带回家去吧 每一个人 都去捡了一块石头 每一个人都拿来 老师 这一块好不好 不好啊 这一块好啊 他们说 这是郑老师应可 一块石头 有的人带了两块回去 事后 我又在去的时候 又碰过其中的一个人 他跟我讲 老师 我是带两块石头回去的 那两块石头带回来以后 我一块放在办公室 一块放在家里 我看着那个石头 我看着那个石头就想到了 那个我回归那个真正净土 我现在才知道 它就叫做净土 就是那么美好的 那个净土法界 我说 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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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珍惜了 所以各位 你现在可以了解 人间的净土 其实就是要通往 也是要跟那个净土 是相应的 这才是正确的 那么所以禅定 它自然而然 你不管是坐着 或者 在安静的地方 在你当静坐 有一次 在一条清净的河里头 那个水好好清净 但是很冰冷 那是西藏河的一个支流 我说现在 虽然它的水冰冷的 但是一定会让 洗涤你的沉脑 所以每一个人 在那里捧一捧水 洗洗自己的脸 洗洗自己的脚 那么这个洗于脸 洗于足 所以着这个清泉与智节 你去把它稍微洗一洗 然后大家都下去了 洗一洗 然后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现在知道 这个洗洗净自己的脑妆 这个洗洗净我们种种的烦恼跟障碍 是真正的洗 那一次洗完了以后 每一个人也是跟我讲 他说 我虽然洗了手脚洗了脸 但是我在捧他脸的时候 我觉得 我的内脏全部都洗了 我说 有个人更有趣 他说老师 我捧他一捧水 不只是洗了脸 我还喝了一口 我说 那一定只称你自己的心灵 他说对 所以 真是十五妙 所以你洗完那禅以后 你会发现 山河大地 每一个地方 你都开始会去领会到他的美好了 那么 做禅 如果你一旦开悟了以后 你会产生很多的智慧 开启了这些智慧 你看比如说 我们从我们的 这个禅的 这个文献 这个禅的种种的教导 以及佛一直给我们留下来的法药 我们来看看 你做禅 你可以真正的活出你自己的如来来 你真的可以活出你自己的如来 为什么 因为你把节系洗掉了 你把你的这个 我们所碰到的这些成老 我能够把它慢慢的把它洗涤的变少了 那么自然而然 那么我们这个障碍少了 我们本来的面目就容易出来 所以陈观大叔在《华言经》书里头 凡事要看清楚 要面对真实 是如所从来 可是如所从来 是就人生而讲的如来 就是现实世界的如来 可是这个现实世界 你来人世间走这一趟 来自你生活 来自你建立种种的志业或事业 可是从一天 你要拍拍所回家 所以你要认清楚 有一个世间的这个如来 是无所从来 什么叫无所从来呢 无所从来就是 本来具足的如来 也就是我们的佛性 并不是从哪里来的 而是它本来一切具足 用起来非常方便 是如所从来 但是这两个 其实并不那么样能分得开来 你现在有的这一个 你的姻缘 你在这里 坐在这里的这一个身体 所有的种种的知识感情 以及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你的事业 这些东西 你要把它看得清清楚楚 不要被诚老烦恼给障碍 而能够面对真实的去处理它 去回应它 用智慧去反应它 那自然而然 你的福报也大 也活得很欢喜 不是吗 那叫如所从来 那只有洗净农庄以后 才可能办得到的 可是 我们却 也在我们的 禅的修行当中 也会发现了一个 本来就在那里 而且 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它本来就在那里 那那个东西 叫无所从来的部分 所以 成观大事的说法 让我们 你静坐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它 所以 你看看吧 生活上的真正 从禅定 从禁律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看人生的话 我们人生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智慧 就在一个生命世界 你的生活当中 你要注意的是 用你手上有的 这些资财 好好的生活 不要拿自己 去跟别人比较 也不要扭曲 你自己有的这些东西 而是把这些东西 好好拿来 用在慈悲 其色 把这些东西拿来 用在我们的 这个 跟众生 跟一切友情众生 结缘的上头来 好好的生活 去享用它 这就是生命里头 世间法的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无论你做的是 哪一行事业 或者是 你已经退休 你一定是用你 现在有的 这些资粮来生活 你不可能 用你没有的来生活 如果你已经退休了 就用这个退休的资粮 而且要在退休当中 好好去用你的智慧 去实现它 如果你现在还在工作 你就应该在 你的工作那个地方 在你的工作上 去发挥 你的慈悲跟智慧 每一个人 都一样 所以工作不同 在不同的地方 去成就 工作不同 都在不同的地方 去实现 跟布施 就是这个样子 而每一个人 都变得有意义 每一个人 都变得有价值 这是世间法的如来 所以 前一次给大家讲过 做水电工的 这位老先生 然后他到华上讲台 去听经 他跟我讲了说 他听了经 觉得受益很多 有了进步 然后他突然间跟我讲说 他说我是你该多好 我觉得他很好 但是这一句话 就露出他讲 还有一点障碍 我跟他说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里边有一点小障碍 你告诉我 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退休了 你退休了 退休之前做什么 啊 这没用 我是做土水的 你做土水的 你退休之前 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 二高了 我不会讲说 我如果是你是该多好 多幸运 但我会说 我很赞叹 你能够参与那条大树公路 到现在你做好了 每天有来来往往 上百辆的车子在那经过 你还在布施呢 所以我很敬佩你 他说不如不利用来 一天贪了不贵的钱 他又跑到钱来了 我说没有关系 我们佛法一直跟你讲 平等平等 是你赚的钱 跟工程师包工包商 小包大包都不一样 你但是是平等 是你领的比较少出来 他说如果这样 我自己的钱在哪里 他说我都还存在银行里头 他说哪个银行 不是极乐世界的银行 他听得有点 有点的 我说我跟你讲平等 佛告诉我们众生平等 就是在这里 你要注意 如果你很多出来 没有在哪来 再真正的 去对这个社会 产生好的继续发展事业 去很多人可以就业 然后产生你的一些 共同的福报 但还不如你存在银行 所以我才又问他 我请问 你这一辈子 你还做了些什么工程 去几班教 有一条路 人家说剖教做路 你去几班教 他说两班 说去多少家 他说去住不算 我跟他说 你听清楚 你想清楚 一个人来人间 去住不算 多大 做两班教 一条参加 一条银行路 你说你的功德大不大 不大 你回去再想想看吧 下个礼拜他又来了 听完了高高兴 老师我回去以后想一想 我觉得有点想通 我越想越高兴 我说是啊 你本来就应该发喜充满 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成就 你并不是要变成别人的那个样子 是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成就的 各位世间的如来是在这里成就 世间的菩萨是在这里成就 这样你有了解吗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 一起在这里 学这个佛法 你用耳根 来学佛法 我用舌根 来学那个佛法 我们的功德一样大 你知道吗 我为这个事情 也是追根究底的去问 他们跟我说 怎么会不一样大呢 师父会这样告诉我的 怎么会不一样大呢 如果没有听众的话 你要讲给谁听呢 也是啊 所以 平等的意思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 我们知道 世间或是如来 可是在这个做的里头 却也同时 会接触到 出世间的那个如来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出世间的那个如来 跟这里的这个因缘 然后才形成了事 由这个事 透过转世层次才表现这个世间的如来 但是我们只要回自己 回过头来 去绝照的时候 就看到了 本来就在那里 无所从来的如来法性 我们本来就是 那个整个法性的一部分 所以 这就是 我们要说的 就是 这个 《妙法令法经》所讲的 诸位 每一个人都是佛子 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些 只不过是 我们 没有去觉察他 没有去 领会他 就是这个地方 使我们 作诗了 所以今天 我们在佛法的面前 在 这个 安利和佛医院的 这个法堂上 我们 才发现 哦 我们每一个人 都真是佛子 这样 就是 无 无所从来的 那个部分 你应该有所了解 好 今天 我们讲到这里 圆满